我們不同民建聯的議員辦事處 以致落區借票的過程裏面 都收到大量市民 傳送了很多的訊息和投訴給我們 他們其實都是在網上 或者親身經歷到一些實際情況 也都是擔心在今次的選舉過程裏面 有一些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 影響了選舉結果 要求我們去跟進 我們都很感謝所有市民給我們這些訊息 其實我們再次強調 其實由報名之後 選舉已經是無法公平公正進行 特別作為我們是建制派的候選人 由於暴亂是持續 我們基本上街站 宣傳人 都是無法貼起 連政府給我們的位置一貼了 都已經是被偷走或者撕走了 其他正常的競選活動 就更加因為各種的示威遊行 而是因為安全考慮要取消或者延後 及至選舉當日也都其實是有不止一個的個案 是跟我們的議員 以致參選人反映的 一會兒我兩位議員都講講那些實質情況 到點票的時候 我們都收到投訴 包括是因為政府那個點票安排是不妥事 讓到我們那個點票人 候選人 其實都沒有辦法在確保安全情況下進入去監票的 以致到整個監票過程其實我們是看不到的 這些我們認為都是一些很嚴正 很嚴肅的指控 香港我們是維護公平公正的選舉 所以我們都再次呼籲所有的市民 如果你有資料 有證據 是顯示在過去的選舉裏面 是有可能是出現不公 都歡迎你直接給我們 我們承諾我們每一個個案和資料都會嚴肅處理 我們有部份的資料已經交了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要求他去查核 如果有些是言言就要立即是澄清 我們有些都已經是交給我們的律師團隊 如果是認為是證據夠 我們當然會長法律的程勁 去爭取一個公平公正的結果 我們蔣麗雯議員也都安排了一些 給大家去表達意見的一些最後的 就要進去講 總體我們一定會嚴肅認真去跟進 所有市民這段時候給我們的資料的 我請蔣麗雯議員先講講他的那個安排 我們這幾天不斷都收了一些資料 當中就是我們收到有不少市民的投訴 說他們入到個票站就發現他們的名字已經被人畫了 說他們已經投了票 但是事實上他們是沒有投票的 當中的投訴者當然是有支持泛民議員 或者是支持民建聯議員或者其他政黨議員 但是我們覺得作為一場選舉可以出現這個問題是非常嚴肅的 我們覺得當局一定要重視 我們也是同一時間也收到有一些市民說 見到一些人排完隊進去又可以再排隊 而也都有人說 就是他投票的時候是不需要檢查新聞證 就有人給他一張選票 就是我們覺得種種這些情況加起來的話 是值得當局是真的要重視的 現在目前就正是傳媒之間的報道 已經是有太古城東 九龍塘 沙田港元村 東涌 這些是傳媒報道出來的 他們是在現場看到的 而傳媒沒有報道出來的有多少呢 或者是發現自己被人畫了之後 然後選舉事務 當這個工作人員 另外再給一張投票紙 他說你投吧 你投了不過你照投吧 投了我們不計的 那個令到一些選民真是無所適從 為什麼會這樣呢 都很希望我們發聲的 我們就星期五 我們也都是邀請任何向我們投訴的市民 我們都請他參與一個座談會 希望他將實際的情況講出來 我們也都邀請了這個政制事務局 我們希望他派員出席 直接聽取究竟發生什麼事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都會 作為一個這麼先進的城市 那是不是有些制度是需要改變呢 用電腦投票啊 或者是電子點票等等那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改善得這麼好呢 是吧 因為現在來講 我們這一套的投票制度 已經行了幾十年了 是不是時間應該與時並進 作一些更新 令到我們的選舉更公平公正呢 各位票房議員 好啊 我也想重申 在這個區議會選舉的整個過程裏面 我一直都認為呢 並非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 那就要求 一直要求呢 政府可以保證這個選舉呢 是公平公正 和安全地去進行的 那就在選舉當日呢 我不斷都收到不同的市民的投訴 那首先那些老人家就投訴 不斷有些年輕人在那裡不斷排隊 令到他們沒有辦法投到票了 那就我們多次和政府說呢 他們都說 每個人都要一樣去平等去排隊的 那但是呢 事實呢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呢 對長者 為了殘暢人士來講呢 不斷地去排長 很長的隊 等一兩個小時 其實是不可行的 那如果沒有特別的安排的話呢 如果選舉是一定要是這樣的 現在這樣的安排 就是長者是一定要這樣去排隊的話呢 其實是剝奪了一些長者的投票的權利 既然我們認為呢 就是選舉那麼重要 應該公平公正 和每一個市民呢 都應該有公平的投票權利呢 那其實我們就不可以 剝奪其他人的投票權利了 同樣的情形呢 都發生了在 我收到多個的投訴 市民親身的投訴 就是他們去到票站呢 就是他的名字已經被人畫了 於是他沒有辦法投票 那這些市民呢 都是表達得非常之憤怒的 因為他覺得他是排了很久的隊來投票 但是排到他的時候呢 他是沒有得投 他的票呢 是不被計算在內 那其實也是剝奪了他的投票權利 那這些個案呢 無論是排隊排到沒有得投啊 又或者是身份證已經被人投了這些個案呢 其實是為數不少的 我在這裡都呼籲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親身的經歷 不是網上傳聞 是親身的經歷的話呢 歡迎接觸我們 因為我們都想收集多些這個個案 那我們當然希望是非常之少數的失誤 而不是一個安排上面的錯誤 但是呢 事實呢 因為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呢 使得市民現在開始懷疑 質疑這個選舉的結果的公道性 或者合法性 那我覺得對香港整個民主發展 和對我們的選舉來說呢 其實是一個污點來的 那所以我們一直都要求呢 就是政府對一些的全民盡快澄清 和就是望陽保錄啦 就是今次選舉已經塵埃落定 但是接下來還有其他的選舉 那在這個下一次選舉之前呢 其實怎樣去補救今次出現的漏洞呢 例如排隊上面的安排 又或者點票上面的安排 又或者是拿票上面的安排 我覺得呢 政府都必須要在下次選舉之前呢 有一個具體的方案 告訴我們市民聽 令到大家都知道呢 他們那一票是可以投得到 還有呢 是公平公道的選舉來的 那就此呢 我們會收集到大眾市民的一些 確實的投訴個案之後呢 我們會再約見局長去商議 以及提出我們的進一步的建議 那我想特別提出呢 我們有一個的選區呢 大圍的選區呢 在點票當時呢 因為是被圍堵 而令到呢 我們的候選人呢 是沒有辦法去進入去監票 以及去監察整個點票的過程呢 而令到呢 我們覺得選舉是極之不公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其實我們都會研究 現在我們收到的投訴 以及各個票站的情況 正如李維琪主席所說 在必要的時候呢 如果我們覺得 證據是確鑿的話呢 我們是會提出選舉情情的 好 大家會提出什麼提問 您們剛才說 您您剛剛提出 您已經提出了個資料 對在市民的公聖局 您提出的請問 到廚主要看到 您的公公民的公聖局 您您有所提出的 您接下來的公聖局 您說過 您已經提出的 對於廚主公聖局 您提出的公聖局 您從來查看 這是如何的 您可以知道 您有關於公聖局 那妳在某場 您有 роз asshole 您可以提出 公聖局 您感應 和遗新的变化 在外国核公司运动上的决定 最重要的关于公司的逅度 我们将会根据外行的稳定 但部网统不得选择 所以我们有很多国家网统不必 因为《惠文一名则》的套法 而那些人在罵出的ID是用來投票,所以那些票不能被判斷 在這種情況下,法院的回答我的罵是他們只需要報告到警察 所以那些票仍然不被判斷,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請問總共有多少選舉? 因為現在收到的訊息和電話是非常之多,我們暫時未有一個數目 因為正正是真的有這麼多,所以我們今天都透過媒介的朋友 都是感謝各位給這些資料給我們,也都呼籲大家 如果有額外的資料,我們是會嚴肅跟進的 我也都相信所有香港人都是捍衛公平公正的選舉 如果是有實質的證據,而這些證據也會影響選舉結果 我們一定會嚴肅採取一切的行動,包括要求選舉事務處 連政公署,甚至是透過法律的途徑去處理 但是從向前看的角度,選舉,選管會議至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我認為他們的選舉安排是未有與時並進 而其實這次發生的事,只不過是因為這次是很多市民反映 但是其實過去呢,也都相對是有一些投訴 大家想想,我們現在是一個大數據的年代 居然香港的選舉方式,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個選舉方式 我們依然是要用人手去查,查出席的人 還是用人手去點票,為什麼不可以引入電子點票呢? 過去我們在政制事務委員會已經談過了 但是呢,歸速的進行也都沒有回應到時代的需求 以至到呢,是有今天這麼多的質疑 除此以外呢,就是那個選舉過程,以至點票的安排 都沒有,是因為這幾個月發生的社會動亂事件 而有實質的額外保障措施 我們多次強調選舉是要公平公正 但是不只是選舉當日的 其實整個拉票過程 我們作為建制派候選人 我們是沒有辦法,好像過去那樣正常 這樣去宣傳我們的理念 我相信特別對這些新人是非常之不公平的 因為它連貼海報,甚至是Banner 都沒有機會貼的,因為根本是會 全部會基本上不營而非的,是不是? 那麼你點票當日,我們都有候選人 甚至監票員是沒有辦法 是在一個安全保障底下進去看監票 那麼這些都是不能接受 那麼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以致選管會不能夠是完全不理會 也都沒有任何回應的,是不是? 這次其實已經是很不理想的了 那麼如果接下來立法會選舉 完全沒有改善 那麼是不是又是繼續這樣去發生呢? 那麼這些情況怎麼處理呢? 那麼所以我們今天一會兒 在立法會裡面也都會發言要求局方 是要嚴肅跟進 我相信其實人手去看那個身份證 跟著去畫名,跟著給你選票這個過程 其實我經常都說 石器時代的手法是不可取的 因為中間是經過這麼多人手的操作 是存在漏洞 那麼也都是這次最多市民投訴的 說進了他的票站裡面 看著他,看了那個身份證之後 他不畫他的名字 是多次要求底下 才畫完他的名字 他才肯拿那張選票 那麼不是一個投訴 而是很多市民投訴 那麼他們就很擔心 如果他真的畫完我的名字 他沒有畫到他就會給多一張選票 其他人去投票的話 就存在不公平 或者做票 那麼這些其實都是可以去用新的方法 例如電子手法去取代而解決的問題 但是很可惜 我們在立法會 其實上次選舉之後 我們已經提出了這些建議 但是政府仍然都是採取最古老 最搜救、最不與時定進的石器時代方式 去處理這次的投票 那麼我們是極之失望 我相信也都令到大眾市民 真是很憤怒和很失望 另外對於謠言的澄清 因為網上有很多的訊息 其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沒有可能不知道 我昨天也是把這些指控 要求他去跟進 要去處理 那麼去到現在 那個回應實在太慢了 簡單來說 就是基本上等於沒有什麼實質回應 沒有什麼實質回應 我剛才做記者會之前都check過 只是有兩條回應 現在有沒有最新的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市民的疑慮得不到澄清 其實會影響大家對於選舉的信心 整體來說對香港的投票 以至是選舉安排都是沒有來的 我們這次提出 我們這次其實提出 就是你今天對我們的一些支持者 他們提出的問題 我們認為當局都應該要了解 要回應 甚至要跟進 要調查 因為香港的選舉制度 我們希望長遠來說 不論對任何一個政黨都好 我相信大家都會支持一個公平公道的選舉制度 謝謝各位 謝謝